濃濃的中國私足月配上曼妙的舞蹈 展現花的千姿百態來迎接花神 為這場花招禮戰特展帶來不同的氛圍 因為由台中市中華花藝推廣協會所舉辦的這場特展 不只花藝還結合了音樂、舞蹈和舒嬅等 在農曆2月15號這天來慶祝花神生日快樂 我們用我們中國花藝的一個六大基本型 跟一個作者的心態把我們心中的風景 春、夏、秋、冬都集結在這裡 那各位後面看的就是我們的移花件 移花件就是移動的花車 那我們這個移動的花車裡面呢 來祈求讓我們的人民國泰民安 讓我們這個萬物呢都風調雨順 我們以這12個花神從春、夏、秋、冬一年12個月裡面都有最主要的一個當令的花 例如1月是梅花 然後呢從這個我們介紹給所有的來賓呢 知道這個每個月當令的花跟中國人的生活呢有什麼樣的關係 從明朝宣德皇帝開始就定定農曆2月15號是百花生日也就是花神節 為了慶祝這活動因此協會特地找來130多的花藝老師展出67件的作品來共襄盛舉 整個展覽分成九大區塊 從1到12月用不同的花藝來展現春夏秋冬的美景 不報平安是我們中國人一個很含蓄的美德 那我今天在擦桌上我們富貴吉祥的牡丹局 那我們在存著一個很善念的心 這是我們李煉花一個善為座訴求 以往我的看法當中好像比較偏向我們對意境的重視 然後再來再看形式 再來再看色彩 那今天我看了這一場的展覽 我發現我們三種都兼顧到了 尤其在意境的部分發揮到淋理盡致 因為你可以想想看說 我們從春夏秋冬四季 甚至從1月到12月 我們很少在一個展覽當中可以全部都看到的 整個展覽在台中文化創意園區展出到4月7號 主辦單位分成兩T次來更換花財和花器 希望藉此讓民眾欣賞到更多元豐富的華裔世界 記者的一家中 差不多 到